我們到張世光議員 那麼目前呢 就是現在呢 是我們蔣公的 這個誕辰的這個日子 那麼是不是請 世光議員為我們說幾句話 而且暗示一下我們這個活動 謝謝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 已經是10月31號 的就是 剛過12年了 0點 0點3 0.03分的朋友 那在這邊很高興 來跟在線上的朋友來打招呼 今天也是這個過去 我們小時候都會放假的 蔣公叫做誕辰紀念 對對對 那當然這個民進黨 還有很多的一些 他們的大綠小綠 對蔣公的一些過去的作為 他們都採取否定的態度 但是最近10年來很多的史料 都證明 他在保衛台灣 在保衛台灣 在經營台灣 這個部分 他是佔 用足了十分的力量 他的對手其實包括了 中國當時的 中國共產黨 還有美國 因為當時美國對他也很不信任 所以跟美國的關係 有時候緊張 有時候合作 但他利用很巧妙的一些政治手法 政治 軍事 這相互的使用 讓美國的支持了台灣 所以我覺得對於蔣中正 過去的歷史 就要給公平的評價 其實現在有時候出來的歷史文件 包括在美國的部分 在大陸的部分 都對他的評價 跟過去有所不同 就像在台灣的朋友 我覺得要用正常的心態 來看待他對台灣的經營 OK 那轉到我們的公投的話題欄 12月1218號 就是四項公投 這四項公投 一個就是反萊豬 一個是公投綁大雪公投 一個是護藻礁公投 還有一個是核四公投 那反萊豬跟公投綁大雪 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那鄭愛嫂交是由環保團體 那核四公投是我們楊世修 對不起 黃世修 黃世修領銜的 那我覺得 在這幾個部分 大家討論很多 我覺得 大家稍討論 就是公投綁大雪公投 因為過去在2018年 公投綁大雪效果很好 很成功 公投過關 然後提倡公投的政黨 也獲得很好的得票率 所以民進黨就把這個 人民手中的民主的權力 把它閹割掉 就是把公投跟大雪脫鉤 這樣會讓公投的投票率下降 很可能公投都不會過關 而事實上我們看國外很多 像加州一個多月前 也是有一個罷免案 罷免加州州長 但是同時有十幾個公投案一起投 那有些公投過關 是沒過 但是都達到了全民參與的目的 那你說哪一些 一些技術性的層次 就說你排隊 或是這個投票時間過長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技術性的層面 那在國外 你看加州有十幾個公投 但是它也是進行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不要用技術性的層面 去傷害民眾的 這個民主的這個權利 大家想想看 在阿扁時代 他也是公投把大選啊 對 民進黨那時候也受益啊 對 民進黨那時候怎麼不說 公投不要把大選啊 再來你說公投也是 民進黨很受尊重的 蔡同龍的 這個委員 一聲疾倡的事情啊 所以當民進黨是執政黨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就是有雙標 他自己拿到的好處 他就不會把它卡掉 自己拿到的好處就要前置你 所以這四項公投 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出來 就是要反萊豬 公投把大選 互找交 然後還有核四 核四部分我們討論也非常多 我覺得大家對核四很多不同地方 請去看黃世修的一些臉書 或是他的一些文章 他都寫得很好 比我講得更專業 看完那個時候 其實對很多的問題 其實會很了解 所以拜託1218出門 你公投 謝謝 那麼對於這個 我們講說蔡政府 因為這個黃博 就是陳柏惟 就是3Q罷免案通過以後 他怕會影響到 發生所謂的骨牌效應 那您對這個看法呢 我就認為他完全是政治思考 你說這四項公投其實沒有一項是政治的 那你說萊豬 那藻礁 就很純粹就是人民的健康和環境權的問題 那你說核四其實是關乎能源的問題 這也跟藻礁的有一點相關 所以其實這都是 這都是大家平常生活中 算是公共政策很健康的討論 這個公投過關 民進黨也不會下台啊 蔡總統還是做到2022的 這2024的5月19號啊 蔡總統不會因此跛腳啊 會造成蔡總統跛腳的是民進黨內部派系的鬥爭 這還是造成蔡總統跛腳的原因 那2018年那一次公投過關 民進黨2020還是選得很好啊 顯然這個東西是沒有絕對的 也不要把這個所有事情都跟政治扣在一起 而且最惡劣的是呢 今天蘇貞昌來說 怎麼跟什麼中共有關係 跟北京亂台有關係 是莫名其妙喔 所有事情都用抗中保台 去講所有的事情 希望各位的好朋友 就理智的思考 這四件事情都會有關台灣的發展 而且就算這四個共投過 蔡總統還是做到2024的5月19號 不影響他 沒有錯 所以這個也不是什麼民進黨的政權保衛戰 是是是 是民眾的民主保衛戰 是 好的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